我站在高岗上远处望 那一片绿波海满满 七八十岁奶奶们跟着老师舞动四肢 这些花样奶奶长期在健康运动中心 体验韵律舞蹈 肌耐力训练等课程 更让长期受到疾病之苦的奶奶直说 运动中心真的很好 我们也不想到公园那边去哪里哪里嘴巴运动 没有用 我觉得这个它有设计 有教练来教我们有讲解 然后怎么使用这个 我觉得这个运动推广 我觉得推广这个有什么据点 这样很好 提供专业运动服务 让长者享受乐龄生活 由于台湾2025年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因此长者照护成为了政府服务的一大课题 今年台北市积极推动运动中心 有效帮助长者养成运动习惯 打造健康生命 以前我们都太强调医疗了 我们现在开始强调健康 我们不会破名更重要 所以最好是不生病 万一生病只生小病 万一生的小病不会变大病 生的大病不会死掉 最终目标不是活得久而已 要活得健康 台北市政府将长者服务聚焦在健康 目前已经设立了14处运动健康中心 除了提供运动课程和设备之外 并将场馆分为了ABC三个等级 提供不同的健康服务 例如A级结合医疗院所提供专业服务 而B级则加入了日照中心服务 将专业人员带入社区 而C级则是结合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为不同需求的长者提供最适合的健康服务 现在在永春 它是我们的A级运动站 然后跟在北投这边 它的B级运动站 那它的课程都是接近满班的 课程满班显现长者确实对运动十分有兴趣 而台北市未来将推动乐龄运动产业 希望结合更多的业者服务 提供更完善的乐龄计划 提升长辈生活品质 打造幸福宜居的高龄友善城市 人间卫视陈云廷 陈亦宣 台北采访报道